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李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耳苗战争 如果你仔细看一下澳大利亚的国徽 国徽的左边是一只袋鼠 而右边就是耳苗 1932年在澳大利亚发生的这场人鸟大战 澳大利亚不仅动用了军队 使用了二战时候的机关枪 而且在几个月之后还败给了耳苗 在国际上成为了笑谈 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究竟是怎么发生之前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请点赞订阅支持 我每周会定时更新两到三次 好,我们马上就开始今天的视频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大量在战争中服役的军人回到了澳大利亚 怎么安排这些退伍军人成了一个大问题 那么最后呢 澳大利亚政府推出了一个开发西澳的计划 政府划出900万公顷的土地 分给这些军人 土地上的产出呢作为他们的收入 澳大利亚的土地也多 这个项目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那么当时呢 在澳大利亚就产生了大约有两万三千个农场 不同地区的农场经营不同的事情 像在塔斯玛尼亚是以种植为主 在昆士兰呢就是以牧场为主 在南澳地区呢就是种植古物水果等等 同时来讲呢政府还提供培训 通过一个叫做谷物法来保证小麦的最低价格 这样呢可以保证他们的收入 后来因为政治原因 这个法律没通过 最后呢这些农民卖掉的价格只有原来的一半 第二年呢政府通过了一个叫做补偿法案 结果这个法案又被取消了 也就是说在1930年和1931年 连续两年政府承诺的很好 最后呢都没兑现 那么第三年呢 这些农民决定先不卖小麦了 等价格合适了再卖 但是更糟糕的事情来了 耳苗来吃麦子了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耳苗 耳苗被称为澳洲鸵鸟 和鸵鸟相比呢体型要小很多 成年鸵鸟最大可以达到160公斤 而耳苗呢一般是40公斤左右 高度是1米5到1.85米之间 他们不调食饿了什么都吃 从种子果实花朵嫩芽 到各种小的昆虫 但是呢他们不吃甘草和成熟的叶子 耳苗的繁殖能力非常强 雌性耳苗一次能下7到10个蛋 雄性耳苗负责负蛋 一次可以孵15到25个蛋 也就是说雄性耳苗不管是谁下了蛋都一起孵 孵蛋时间是56天左右 那么在这期间呢 雄性是不吃不喝不排便 连屎都不拉 真是太厉害了 那么更搞笑的是 雄性孵蛋期间 大多数的雄性呢就会离开领地 他们去干什么呢 去找其他的雄性 继续配对抓紧生产 这可真是分工合作 太牛了 耳苗在繁殖季节过后呢 就会定期迁徙 原来西澳大利亚呢 还是荒地 没什么东西 耳苗就是路过 那么现在开发出来的是很多农场和牧场 自然就有了水源 耳苗最初呢 就是为了找水 后来发现这里还有麦子吃 这真是太好了 那么如果这个耳苗仅仅是吃麦子 那还好 但是呢 他们钻过铁丝网的时候呢 就会流出一个个很大的洞 结果兔子就放进来了 大家都知道 澳大利亚的兔子是非常多的 很恐怖的 那么当时农场上呢 有大量的未收割的麦子 耳苗的数量有多少呢 两万多只 敢也敢不走 怎么办呢 按理应该是找农业部 但前面说了 农业部一直解决不了问题 再加上这些农民 原来都是退伍军人 于是呢 他们就想到了找国防部 这些退伍军人呢 选出来一个代表 和当时的国防部长乔治皮尔斯爵士见面 请求派部队士兵 或者呢 给他们发枪消灭耳苗 那么部长皮尔斯呢 在和部队的人商量之后呢 居然同意了 当时皮尔斯的想法是 这些鸟刚好可以用来让新兵练习射击 但是呢 有一个附加条件 就是这个枪只只能由这些士兵使用 各种运输产生的费用 由澳大利亚政府负责 比如说把士兵运到指的地点 但是呢 这些农民要提供比如说食物 住宿和子弹使用的费用 为了体现澳大利亚政府帮助西澳大利亚农民 一定要好好地宣传一波 于是呢 聘请了一名专业的电影摄影师 准备拍一些现场的录像做宣传 当时无论是这些农民 还是澳大利亚政府 都觉得这就是小菜一碟 绝对是轻松拿下 这次行动由澳大利亚皇家炮兵 第七纵帽主的一名少校负责 配备了两艇刘易斯机关枪 一万发子弹 最初呢 计划行动时间是1932年10月 但不巧的是刚好下起了暴雨 这些耳苗呢 都跑得比较分散 行动不得不取消 到了10月底 雨综一停了 耳苗也回来了 开始在农场上吃麦子 11月2日 在一个农场附近 发现了50只左右的耳苗 于是士兵开车到了目的地 刚开始距离太远 超出射程 在他们接近的时候 耳苗开始向四处散开了 因为太分散 只打死了几只 那么11月4日 士兵在当地的一座大坝附近埋伏 然后呢 其他人从四周驱赶这个耳苗 当时有一千多只耳苗 慢慢的呢 就进入了射程 那么这一次呢 士兵没有急着开火 一直等到这些鸟靠近了才开火 但是在杀死了12只耳苗之后呢 机关枪卡壳了 其他的耳苗接着趁着这个空挡 就是四散奔逃了 这些耳苗虽然不会飞 但跑起来很快 他们是群聚 互相警惕 而且皮糙肉厚 一两颗子弹还打不死 另外呢 经过几次之后 这些耳苗很快就明白了 这个枪的射击是有范围的 一群耳苗里呢 有一个是带头的 负着警惕 当人们一接近他们 他们就四处跑 结果呢 这第一次的行动 就这样失败了 回来之后呢 有人就出主意 用军车 一个人负着开车 另外一个人负着射击 耳苗跑得不快 最快的时候才是每小时50公里 而且一般的情况下呢 都是慢慢的小跑 完全可以追得上 计划是不错 实际执行起来 结果是一个也没打到 速度没问题 完全可以追得上耳苗 但是因为田地里坑挖不平 汽车一开起来 是颠簸的非常厉害 根本没办法瞄准 更糟糕的是 汽车还把农场的护栏给捉坏了 接着他们进行了修改 把机枪固定在车上 效果好了一些 比较讽刺的是 因为不断追逐 原来是很多耳苗 在一个地方吃 现在耳苗是分散到 更多的农田上 吃了更多的小麦 这次行动到12月10日 终于结束了 最后的报告 一共射撒的不到1000只耳苗 确切的说是986只 用了9860颗子弹 平均10颗子弹 一只耳苗 和以往的战争相比 耳苗大战是子弹数量和SARS目标最差的 在报告中说 还有2500只因为受伤死了 但是这个没办法证实 这个耳苗大战的消息 很快的就被媒体知道了 并且进行了报道 甚至传到了英国 导致英国的动物保护组织上街游行 反对屠撒耳苗这种没有伤害的鸟 吃食物只是他们的本能 那么最后呢 这两次行动就这样结束了 可以说人类是完败 但这问题并没有解决啊 1934年 1943年 1948年 农民不断要求政府帮助 但是呢 有了前面的教训 澳大利亚政府学乖了 坚决不会派兵了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 政府提供子弹钱 农民自己来解决 要不说还是群众的力量大 1934年6个月的时间 就有57000只耳苗被撒死了 1945年到1960年 政府一共提供了28.4万颗子弹的补助 提供补助的事情呢 一直到1999年才停止 这时候耳苗的数量已经大大的降低了 那么据报道 有一个人一天就撒死了27只耳苗 他的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骑自行车 单手扶车把 另外一只手呢 拿着一根长的棍子 追上耳苗之后呢 用棍子拍打这个耳苗的脑袋 一拍这个耳苗就晕倒了 然后下车捡起来就行了 真是高手在民间呢 后来人们发现了耳苗的商业价值 耳苗的肉可以食用 耳苗的皮可以做成优质的皮革 耳苗的油呢 可以入用于生产化妆品 另外呢 在医疗行业耳苗的油可以用于治疗烧伤患者的皮肤以及其他的皮肤病 那么从1970年开始耳苗牧场就应允而生了 人们开始人工饲养耳苗 现在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州以及世界上许多的国家都有耳苗养殖场 包括北美秘鲁和中国 随着人们活动范围扩大 耳苗面临着数量下降的问题 而野生的耳苗呢 开始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法律的保护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耳苗大战你是怎么看呢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再见